哈喽,大家好呀,好久不见,你们还好吗,我今天要发财了,我好朋友从老家给我寄了好多好吃的,有煎饼,有烧鸡,还有豆腐干,然后还有黑咸菜,给大家看一下,我真的开心极了,哈喽,我搬过来了,看看好多呀,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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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沉呀,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煎饼,看最底下的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煎饼,给我寄了两种,一种是粗凉的黄色的,然后还有一种是白面的,下面是白色的,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老家的煎饼,然后这个呢,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烧鸡,我们老家烧鸡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, 嗯,好香啊,然后这个是,哇,我都抱着给大家介绍一下了,我真的太激动了,真的发财了,那么一大包呢,好开心啊 这个是我们老家的这个叫豆腐皮儿,就是每个地方的这种做法都是不一样的,这种是熏的,也是非常好吃的,然后这个,这个是果然是被我猜到了啊,刚开始的时候,我看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然后看见应该是有花生饼,所以呢,我觉得应该就是黑咸菜了,果然,问了我好朋友之后,真的就是咸菜, 这个咸菜呢,放一点香油拌一拌吃,是非常非常好吃的,嗯,好开心啊,我好开心啊,天呐,我今天晚上不用做饭了,我直接吃这些东西就可以了,今天先吃烧鸡,终于有肉吃了,你们不是说我今天吃的太淡了吗,今天我有肉吃了,哎呀,哎呀, 这么多,好开心啊,好开心啊,来,缺一个,太好吃了,耶,好了,好吃的给大家介绍完啦,我自己要去吃饭啦,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,大家拜拜,下期视频我会把吃烧鸡的视频,然后发给大家看的,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聊,拜拜